院長請問你這樣,昨天原能會通過重啟核二 但是我們已經明明就非核家園已經入法了 那難道是在2025之前,只要在2025之前使用核電都算是沒有破工嗎? 核二廠的二號機,台灣電力公司會申請再轉 那是因為大修之後的正常程序 原能會已經完成安全查核,後續會不會再轉 這包括還要由經濟部來專業考量 並且要送立法院教育委員會報告之後,我們再來做決定 那我要再次強調,不管核二廠二號機有沒有再轉 都不會影響2025年的非核家園這樣的目標 我們有信心達成這個任務 可是這樣不是有點像是自己打臉嗎? 因為突然又重新在啟動核電的話 它不是重新啟動 又再啟動 我已經講過就是,它是大修之後的再轉 它基礎並沒有封存 它是大修之後,再經過安全的查核程序 它是申請再轉 引擔心